这边是US 它这边是属于快食上的中高档 价位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 但是质量这一块整体还是不错 很多小伙伴觉得这边的衣服价位贵了 想找一点便宜一点的性价比高的 三合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但是质量版型这一块跟这边相比起来 还是有一点顺色 不要过分的去追求质量又好价格又低的 根本不存在质量又好价格又低的 除非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微货 微货的水是很深的 不建议亲手去碰 除非说你经验非常丰富 或者是做那个微货批发的 你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下 实在你们特别喜欢做微货的话 可以做一下中老年装 或者是微货的一些常规款式 比如说裤子啊还有一些T恤 不过像裤子跟T恤在微货那边是比较少的 要不就是马数不齐断马的那一种 广州的微货市场主要是在石井 还有一个是在仓港 仓港那边的微货是非常便宜的 但是质量是一般般 它大部分都是沙盒那边的微货 在那边五块钱一件牛仔裤非常正常 不要觉得不可能 你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石井那边 石井那边男装女装 童装鞋子包包都有 那边有很多货乏市场 都是在那个片区的 如果你们真正要逛的话 至少要逛两到三天才可以逛完 宇宙类的品牌市场主要有 景东 广大 国大 庆丰 景东主要是做杭州 还有跟一些外货的品牌 它那边的货在微货里面算是最好的 广大 国大 主要是做一些国内的小品牌 还有就是广州这边的微货比较多 比如说你要找白马 还有13行那边的微货 在广大 国大那边是比较多的 庆丰要求量比较大 但是它的质量 在这几个微货市场里面 算是非常一般的 但是价格特别给力 有些外套真的是10块钱以下 但是年份肯定是很久的 有些前十年的衣服 在庆丰那边都可以找到 以上的这些必发市场 它也是有男装童装的 不要觉得微货它便宜就能卖 现在人们的消费观念 已经完全转变了 它再也不像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只要你有个新衣服穿 都已经非常高兴了 但是现在的话 你买衣服肯定是好看才会去买嘛 不好看的话可能穿一次 或者是两次就丢了 更不会去买那种 自己一看就不好看的衣服 而且微货是不退不换的 这个是行规 即使你有质量问题 也是不可以退换 有去做微货的那个精力 你去做新款 会很容易起来 鞋子的微货主要是在广大跟国大 广大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我很久没有去了 国大那边的鞋子是非常好的 不过他们是晚上才开门 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为货 尤其是那种种粪的